开饭咯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和风肥牛饭 没有男朋友的 还要自己动手哦 洋葱去除牛肉的腥味 用屏幕上的调料 在家也可以做简易版的和风汁 我觉得爱情就是在一起吃很多顿饭 饼上酱汁加点清水 鸡蛋可以让牛肉变得更加的嫩滑 让汤汁省进米饭里 一碗牛肉嫩滑 超有满足感的和风肥牛饭 就做好啦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豆腐很烫 慢点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鲜虾豆腐煲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锅好淀粉的豆腐下锅 煎至表面金黄 我觉得爱你的人 就会想把所有好吃的都给你 一层一层的铺好 淋上酱汁 散发着新香的热气 有一股温暖人心的力量 快做给爱的人吃吧 肯定有些小公主 大过年的来亲戚了吧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这往周的秘密就是 红豆要提前泡 面头要吃电饭 记得撒点桂花 香气超级大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先吃吃过完的给我 把这东西走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奶花酥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这一道小甜点配比是关键 开小火搅拌520下 酥皮就用手抓饼来代替 按我的手法捏成小团团 我觉得爱有很多种 我给你做饭是最直接的一种 外皮酥脆 面线奶香满满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花甲粉丝 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 花甲粉丝想要味道好 蒜蓉少不了 用油鸡巴加香气特别的惊艳 我觉得身边要有个人像花甲粉丝一样 不一定要贵 但是要对你的胃 那就够了 其实相比于花甲 我更喜欢你们的金针菇和粉丝 吸足了汤汁除了好吃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形容词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如果你想瘦又想吃肉 就让他给你做这个 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吐司放进烤箱 170度20分钟 烤到焦黄酥脆 拿保鲜袋装起来黏碎 制制面包糠就做好啦 一层蛋液 一层面包糠 整齐的码在烤网上 170度25分钟 没有烤箱的 也能用微波炉 蒸反面各三分钟 用酸奶腌的鸡胸肉 蒸得超级嫩 焦香酥脆还不胖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